前创意长陆学生转行打造了 号称电动机车界的iPhone 可以用遥控器来远端遥控 时速可以飙上100公里 而且他们还打算要打造6秒 就可以充电的电池交换站 车身流线侧面看起来虽然扁扁 但其实每个小细节都很有看头 你可以照你今天的心情 你今天的穿搭 你今天的风格 然后开始来变化你的 就是仪表板的版面 不只仪表板样式 车灯颜色可以随意改变 外壳也是五花八门 量身打造之外 它还能连接手机 车上的深色会帮你扫描 你现在的车子的状况 那现在车子状况100%都是OK 是很健康良好的 能够自己检查哪里坏 也能靠手机导航找到充电站 由台湾自行研发打造 号称电动机车界的iPhone 第一次在台湾亮相 这台车号称最聪明的电动机车 因为它拥有遥控的功能 当我按了一下 它就会自动启动 当我长按的时候 它就会直接把背盖打开 打开后座就靠这两颗小电池 一次就能跑140公里 最高时速还能冲上100公里 煞车还能翘单轮 充斥转弯也是超轻巧 而幕后推手还是宏达店前创意长陆学生 而大股东包括宏达店董事长王雪红 还有润态集团总裁殷言良 我们会在今年的夏天 希望能够把车子交到用户的手上 为了解决电池问题 跟台北市政府合作 打造6秒就可以完成充电的交换电池站 只不过这个构想中华汽车旗下的电动机车 也很积极 同样可以抽换电池 而且已经在澎湖等地 结合超商换电池的服务 时速70公里左右 要价3到7万元不等 反观Gogoro虽然速度较快 但价格恐怕不便宜 看来随着Gogoro加入 电动机车市场将掀起新一波的革命 东西才卷卷卷当不详 众文报导